才刚过马路 后方传来喇叭声 驾驶开车窗 还把车子停在路边 布满骑士突然减速停等 红鹰驾驶气炸 只是回头看 当下除了闪黄灯 还有两名富人 就站在分割岛旁边的斑马线上 在路边炒翻天 没有多久警察也来关切 在闪黄灯还有斑马线 那今天路中央有老太太要过马路的话 那当然是停下来 让他们过嘛 那这种情况当然我也停下来 那但是后面的车子不太满意 这种刹车的行为 从事业务工作的林先生 22号中午12点多 经过台北市闻山区再兴中学附近 工程有人在斑马线 本来就要离让 但蔡信驾驶认为 行人距离车辆黎明 还有一段距离 应该继续往前 你为什么骑车 骑到一半突然停在路中间 这是不对的 这边有红绿灯啊 就算行人要过 你也要等红灯吧 冲突现场就在一所学校前面 其实有一个行人穿越道之外 一般的人要过马路 都要按这个按钮 才会出现红绿灯 而当时一鸣其实 为了要离让行人 没想到引发冲突 警方解释 遇到闪红灯 建议右路人要减速 行经行人穿越道也要停等 好在双方直动口没动手 但当下要过马路的 两名富人恐怕不晓得 竟然有人为了要不要 离让他们吵得不可开交 还惊动玻璃师到场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